摄影师上山采风 意外在湖南林武县发现巨型龙洞 水下的龙形生物浑身遍布黄金鳞片 隐隐约约还能看到多个龙爪 旁边紧挨的水潭里 好像还有一颗大龙珠 摄影师大吃一惊 刚准备进洞仔细观察 突然听到洞中传来一声怪异的嘶吼 吓得拔腿就跑 专家一听十分激动 想要进山一探究竟 却被村民联手阻拦 宁死不从 白龙在村庄生 白龙死村庄亡 甚至连徐霞克都到此一游 有过记载的龙洞 究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奥秘 专家执意进洞后 为何大吃一惊 金龙又为何会突然变身呢 事情还要从几张照片说起 湖南一位摄影师拍摄的 采风合集一出 就引起巨大轰动 其中的几张洞窟金龙 让人大开眼界 难道中华民族崇拜了 几千年的图腾真的存在吗 据摄影师透露 他们就是在湖南林武县 石门村后山的山洞里捕捉到的 专家一听立马来了兴趣 连夜就赶到了传说中 藏龙卧虎的石门村 到了石门村一问才知道 后山上的神龙在附近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村里大部分的人家都姓蒋 当地蒋姓一脉历史悠久 祖上800年的历史传承至今 村子背靠的大山名叫后龙山 龙洞就在后龙山的山顶 村民们一提起 神龙都神采异异 但让专家奇怪的是尽管在一个村里 但关于神龙的传说却众说分云 村民们一致认为 村子之所以能几百年来延续至今 风调雨顺 全靠神龙保佑 但关于神龙的数量却不大统一 有说一条的 也有说两条的 就连神龙的颜色也不确定 难道龙洞里除了金龙 还有惊喜吗 接连采访了十几个村民 关于金龙都没有确切答案 眼看调查陷入僵局 专家当即决定亲自进山一探究竟 一听这话村民们突然脸色大变 说什么都不让他们进山 还纷纷赶来警告他们小心出事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专家听了这话十分纳闷 刚才还对神龙大夸特夸 说他们是村里的保护神 为何现在风头一变又说禁动危险 村民们到底想隐瞒什么 龙洞里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专家更加迫不及待想解开谜底 见专家趋意已决 村里人只好派出向导一路陪同 上山后在向导的带领下 专家一行人首先就要找到龙须草 这种草质地坚硬 据说还能安神养性 在村民看来就是龙须变换而来 沿着龙须草生长的方向 有一条小河 石门村适适代代靠这条河繁衍生息 而这条河的尽头就是龙顿 更神奇的是 几百年来这条河远远流长 哪怕是在干旱的年份没有干涸过 沿着小河走了大半天 专家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龙顿 摄影师在湖南深山发现巨型龙顿 金龙盘踞龙珠现身 专家前往调查 却被村民阻拦 警告进洞小心招来天灾 专家怀疑村民另有所图 执意上山 原来除了摄影师拍下的神奇画面 专家进山还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早在明代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克 就在徒步丈量了祖国山河后 写下的徐霞克由记里有过记载 一生踏遍山河 探险过三百多个洞穴的徐霞克 曾经路过湖南临武时 就曾亲自进过洞 根据古籍记载 洞口白雾弥漫 洞中有一条白龙盘踞 旁边还有一个放龙珠的台盘 虽然古籍中没有标注地名 只说了龙洞在石门蒋市居住地附近 但到了村里一查果不其然 专家一对比觉得不是巧合 石门村后龙山里摄影师拍到的金龙 也许就是徐霞克笔下的白龙 三百年来山河巨变 白龙为何会突然变身 村里人又为何接连阻挠专家上山呢 专家一行人出发时正值中午 众人顶着烈日沿着龙须草旁边的小河 一直往上攀爬 突然间山雾弥漫 白茫茫一片 周围顿时气温骤降 变得异常凉爽 专家一行人也不禁心里犯处 村里派的向导连忙解释道 这些白雾就是从龙洞里飘出来的 说明马上就要到了 果不其然 话音刚落 他们沿着山路走了没几步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洞口 屡屡白烟悬在空中 不停地往外飘 马上就能亲眼目睹传说中的金龙 专家十分激动 在向导的带领下 迫不及待赶紧往洞里钻 进了洞穴才知道 这个天然的神秘地狱 简直别有洞天 里面道路崎岖乱石堆积 到处都是岔路口 一不小心就会走丢 就连之前已经进去过一次的村民 也很难辨认 带着专家足足绕了快一个小时 才找到传说中的第一条白龙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所有人十分失落 盘踞在地上的长龙 要不是身上有黑白鳞片 实在很难辨认 眼看天色已晚 山路崎岖 再找下去很可能发生意外 为了安全起见 众人只能暂时下山回村 奇怪的是 村里人一听专家 没找到盘踞的金龙 都松了一口气 劝他们别再进山赶紧离开 几次三番阻挠调查 难道这里面真的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在专家的追问下 村里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辈 终于啃吐露真相 原来在石门村村民眼里 白龙作为保护神 在他的庇佑下 村里没人生过大病不说 整个村子能存活下来 也全靠神龙镇压 专家进山很可能会破坏风水 惊扰神龙 早在几千年前 白龙飞升就盘踞在此 庇佑山民 一旦被惊扰 很可能会给石门村招来灾难 像三百年前隔壁的村子一样 一夜之前消失不见 专家二探龙洞发现巨型金龙 难道石门村的传说是真的吗 三百年前的一个深夜 湖南深山的一个村庄里 突然的洞山窑 强倒乌塌 怪异的响动 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 到了第二天清晨 整个村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先的山坳成了一片汪洋 而隔壁紧邻的石门将是一族 却安然无恙 村民们坚信是那条白龙 为他们挡下了劫难 上百年过去 世代生存在石门村的村民 都认为后龙山上龙洞里的神龙 是整个村子的保护神 神圣不能侵扰 否则就会给村里带来大难 听到专家还要上山 村里人连忙制止 听了老人的解释 专家疑问终于解开 对金龙的真实身份更加好奇 在三宝正指示进去看看 绝对不会随意动手惊扰神龙 村民这才同意专家再次启程 上一次经过一下午的跋涉 在洞里饶了整整近一个小时 才见到一条模糊不清的白龙 这次有了惊艳的一行人 上山后怀着激动的心情 很快就到了龙洞 在向导的指路下 他们选择从另一个洞口进入 但这次走了没多久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洞穴更加崎岖不说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还不见金龙身影 前边的道路异常狭窄 还有坍塌的痕迹 但这次大家下定决心 要看个明白 努力果然没有白费 又走了没几步 穿过一个小洞后 眼前的一幕 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宽阔的水潭里赫然盘踞着一条巨龙 浑身布满金黄色的盔甲 蜿蜒曲折 半米粗的龙身 足足有十米长 苍老的龙林清晰可见 在金龙盘踞的水中 还有一个椭圆形的石潭 四周遍布列纹 上面是微微凹陷的底座 眼前的一幕和地理学家 徐霞克游记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时隔三百年跨越时空的探索 让所有人激动类目 专家赶紧拿出准备的皮滑艇 下水亲密接触 不看不知道 靠近后水底的石井 更加震撼 仔细一瞧才发现 龙身底下居然是一个巨大的莲花底座 连莲花叶片都十分清晰 稳稳拖着整个金龙 金黄色的龙林在水下苍老夺目 更关键的是上手一摸 整个洞穴包括龙珠台 竟然全是自然形成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简直惊人 专家猜测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奇观 是由于洞穴里独特的地质和环境 经过千百年的湖水侵蚀和山石巨变 大块的石头在不断冲刷下形成 但三百年前 徐霞克笔下的白龙 如今为何变成了金龙呢 专家经过对龙洞中实质的分析猜测 石洞中的水位受气候影响忽高忽低 原本黄色的巨石 在露出水面后 经过氧化就成了白色 而旁白边椭圆形的建筑 也并非龙珠 而是顶端被水侵蚀的中乳石 尽管奥秘一一解开 但能形成这样壮丽的奇观也相当神奇 村民在山下世代转成几百年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 值得骄傲和崇拜 瓜子大鱼全网征稿了